本节目由Whitecar视频原创制作 该车或许没有漂亮优美的线条和炫酷的外形 但实用价值却是不可忽略的 外观方面 新北斗星在老款的基础上并没有做多大的改进 只是在很多细节方面做了一些处理 让这台车看起来做工更精良 新北斗星在观感上带给人的直观印象是方正传统简洁 值得一提的是 这次北汽昌和在车前大灯做了点睛一笔的处理 在大灯内部做了比较创新的蓝色点缀装饰处理 让整台车看起来不显那么古板 内饰方面中控台设计的很简洁大方 大尺寸的液晶显示屏 在这个价格区间里面还是显得很有诚意了 而加宽的轴距代表这台车在内部空间利用上面表现很突出 动力层面 该车搭载的是1.4升自然吸气发动机 省油的同时还能满足大部分消费者的用车需求 这款车不管是家用还是用来装卸货物 在这个价格区间里都很有竞争力 对于这台车你们有什么看法呢 在这个价格里面有什么看法呢 在这个价格里面有什么看法呢 不过 你好看